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进一步损害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 做出正当必要反应 我们永远不称霸 不扩张 不搞你输我赢 不扩张 不搞你输我赢 正常, 中国在这里的广场上 我们必须保持这个明快的未来 我们必须保持这个产生 我们必须保持这个生命 我们必须保持这个运动 中国尽量的免费 中国尽量在最早的疫情 中国尽量纠细地执行 没有免购买的国家 尽量纠细地执行 中国尽量我的渠量 不在他们的国家 即使他们禁止了公司的航空间 和随着他们的家庭 中国政府和国健康协议 中国人的华人体育成统 尽管中国的华人 不正确实说 有没有证明的通知人人 后来他们不正确实说 人们没有症状 不传染病毒 面对疫情 我们要践行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 要调集一切资源 科学防治 精准实测 不遗漏一个感染者 不放弃一位患者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面对疫情 我们要加强团结 同舟共济 要秉持科学精神 充分发挥 世界卫生组织 关键领导作业 推进国际连防联控 坚决打赢 全球疫情阻击战 反对政治化 污名化 我们永远不称霸 不扩张 不谋求势力范围 无意跟任何国家 打冷战热战 坚持以对话 弥合分歧 以谈判化解争端 我们不追求一支独秀 不搞你输我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